墾大一个是不是下去了 看一下 墾大的风声了 大家看到了个石头下去 然后下去了很长的时间才到底 无地深渊 无眼天坑 真的有通往地狱的鬼门吗 老人传闻此处并不简单 就是要你的命 你耍天坑的时候 我从家火 我就跟他把路上 我全部过来 要不然再把你全上去 过去的墙盘 谋财 谋财 谋财财命啊 往里边扔 当我们要下去探索知识 那不能卡 那不能卡 那么风雪娘们啊 千万不下卡 那搞不得啊 下卡就说我们下卡了 那下卡就有手过来啊 那单真的 适量 真的 那么天坑底部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洞内电力的白骨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专业的装备索将进入其中一探究竟揭开此地 陈锋百年的谜团 大家好 现在我们是在湖北武功 在我们眼前呢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天坑的当地人称这个胡远天坑 据说在这个解放的时候 刚刚解放的时候 这个地方啊 当地土匪啊 丢了很多的人下去啊 就是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边呢 它是一个古关道 在这里打劫 然后打劫之后啊 又把这个人残忍的沙海丢到了其中 据说这个事故无事啊 当地的人啊 没有一个人下去 从古至今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打算从这里索将其中 一探究竟 看看底下 到底是否像老人所说的那麽 现在我是作为先锋啊 在上面这棵树上啊 做了一个锚点 来到这个天坑树井的边缘 目前的话 感觉看不到底 但是隐隐约压感觉又能看到底 先丢一个石头下去测一下深度 很大一个石头下去了 看一下 很大的风声啊 大家看到了个石头下去 然后下去啊 很长的时间才到底 下面好像肉眼可以看到 隐隐约约有地下暗河 不知道是不是啊 我们就在这里手上下去 才能看得到 好 我们先往下进行开线 现在我从这个天坑口面 那棵大树那个地方 下来有一半的距离了 大家看一下 下面的话 明显是一个河床 然后那里是一个坡 那个地方还有两个孔 填窗孔可以进到这个树井里面来 然后下面有一个洞 应该是一个消水洞 是往这个这个方向啊 就是三角的这个方向延伸了 好 我们现在继续往下降 一层降到底 再看一下 到底之后 探索一下这个洞墙 从这个地方到上面这个洞口的话 应该是有50米了 100米的绳子用完了 在这里还截了一根100米的 然后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从那棵大树下来 100米的一个地方 然后往上看的话 就像是一个星星 然后是一个月亮啊 蝉月 特别的神奇啊 然后那里有一个窗口 啊 就是说从那个小洞口的话 也是可以下来的 还有那边也有一个窗口 那边那个小洞口 也可以下到这个树井里面来 然后太阳光射到了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距离下面的话 至少还有五六十米 这个还不确定 我们只有锁墙下去了的时候才知道 然后我们开始换绳子 下这个 另一段100米 它这个洞壁全是这种夜阳好 打点的话根本不好打 然后看这个地方 像不像一道门 这会不会是传说中的这个鬼门 好吓人 好我们继续往下锁墙 下面是一个 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霸子 那个地方是白色的 不知道是啥 下去看一下 终于到底了 我把这个绳子是放在那里 还剩了一点点 这个锤子深度的话 是在180米左右 很震撼的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束钉的 还是折光 但是在视频里面的话 是看不到的 待会给大家补一点图片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然后这里这三个石头 看得像一个柴神爷 在这个 相机里面拍出来的话 很震撼 三尊神 在这个 天坑里面 据说这个 天坑的话 当时是在 古代啊 就是说 清朝末年的时候 有人呢 被推下来过 但是这个 下面的这个大的河沙坝里面呢 像篮球场这么大的一个河沙坝里面呢 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骨头 也有可能是被水冲走了 这个地方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它当时是涨水的话 会从这里流下来 然后 从这个地方削过去 这个刚才在那边呢 看起来像是一道这个 鬼门 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在这个天坑边缘再转一下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发现 确实是没有骨头的啊 然后 这边的话 也没有什么东西 还挺干净 我们往这个 沟沟沟 沟沟往泥走 看一下 它也有可能这个时间的一个久远呢 导致这个人已经被埋在了这个泥土里面 这也说不清楚哈 沟沟沟地的河沟过来 在这里发现了一部手机 还可以看到这个手机的话 是近几年的哈 反正像是被别人丢下来的 卡没有了 是一个直白的这个手机 脑连机 然后它这里面呢 有一些这种 小北你可以下降个十米之后 就能够看着这个位置 不知道是怎么弄进来的 有可能是别人从这个天坑洞口那里 扔进来的 好 继续往下走 看一下 刚才在这个地方看着像鬼门呢 就是这个地方 下面好像是一条地下岸沟 我们过去看一下 沿着这个河道我们从上方过来啊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看的像鬼门的这个地方啊 它是一个 动道 它其实是糖的水的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水位线啊 我们看着像门很直的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个水位线 我开始以为真是在这里面发现了青铜门啊 吓我一跳海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位线的高度是特别高的哈 在以前 当洪水的时候啊 应该这个地方的阴的这个水啊是特别深的 至少有十米深 这么高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看一下 还有没有动到 但是通过这个糖水的这个样子来看的话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动到的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骨头 大家看 这个骨头啊特别的长 这个应该是人的腿骨啊 看来这个传说是真的 就是当时有人掉下来了 丢了很多人下来 看来是真的这个传说 很多骨头应该是埋在了这个 这个土堆里面啊 这个石土堆里面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看看还有没有骨头 目前是发现了一个大腿骨 又发现了一部手机啊 来看 这也是一个很老的手机了 这个手机好小 是个小年通 诺基亚的小年通 看诺基亚的小年通 这有可能是被谋采之后 抛射在了这个里面 在古代 这些土匪是特别的可恶的 你说抢了人家的这个钱财吧 还要把别人弄来丢到天坑里面 只看到了 目前只看到这么的一个骨头啊 这么一截 好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 这些泥土里面呢 有可能就是有骨头的 这个就是长洪水的时候 水在这里淌起形成的这些淤泥 就是从上游 这个地表冲下来的 这像壕沟一样 看一下地下 没有哈 没有 往这边冲 这是个啥 这是一个药丸 现代的 这里还有个铁皮壳子 这个铁皮壳子应该是摩托车上吧 有可能是别人丢下来的 没有冲到的话这边 水就是在这个地方消掉的 这个地方慢慢的渗掉了这一潭水 加上近几年 就去年到现在的话一直是干旱 这边都缺水 哇靠 这个当时糖水扛到一个十米深了 有点吓人的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消水口 这个天坑呢 目前这样来看的话 就是彻底的太明了 下面并没有冲到 然后我们再在这个其他地方看一下 有没有新发现 从下面这个斜坡爬上来之后呢 在这个斜坡上并没有发现 任何的东西哈 还是特别干净 就说明 我们继续往前抖 差不多就不效了 这里发现了一些骨头 你看 这 你看就是人的骨头啊 腿骨 特别长 但只有一截 其他地方都没有了 这些地方都没有看到 我们下去的时候也看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好 现在 这个洞啊 我们就探索完毕了 接下来大家就跟着我的进口 从这点 爬出去了 还有五米就可以爬出去了 特别的累 看一下 180米 从下往上爬升 马上结束 好了 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是小帽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